宋江率領著梁山人馬,殺敗了夫妍牆,大破連環甲馬,明金收兵回山。 各位將領都來請供。 三千連環甲馬,那些被勾連槍勾倒,損傷了馬蹄的,解去了皮甲,養著才留回來吃。 那些好馬,就牽上山去餵養,要來騎。 那幫大甲軍士,都被他們生擒了上山。 那五千步軍,因為被三面圍得緊了, 即是他中軍那處躲避的,都被勾連槍勾鐵逐了, 向著水邊逃命的,全部被水軍頭領趕上船,拖過了灘頭,逐了上山。 以前被夫妍牆逐了他的馬匹和軍事,這次全數奪回來。 那又將夫妍牆的刑寨,全部拆開, 把材料在水邊搭回小寨,又在兩個地方再建造眼線的酒店房屋等等。 仍然叫孫生、胡大嫂、石勇、時遷去兩個地方開點。 劉堂道次逐到寒韜,又將他綁住街道來山寨。 宋邦一見到,親自和他鬆綁,請上聚意廳,和他敬禮陪聚, 擺走來接待,叫鵬喜和寧珍碎他入火。 寒韜也是七十二地殺之一,當然是義氣雙頭,就在梁山駁做了頭領。 宋邦叫他寫封信,派人去陳州接他的家人來山寨全聚。 宋邦見破了連環馬,又得了那麼多軍馬、衣甲、批刀,高興到極。 日日都擺走慶河,同時仍舊調佈的將領,去各路把守提防官兵,不在話下了。 現在說回呼賢卓,他損失了那麼多軍軍人馬,就不敢回去京師了。 獨自一個人騎著那匹踢雪烏追馬,把衣甲都綁在馬上,一路逃跑。 但是他沒有使用,就唯有解低束腰金帶,賣了來做使用,一路走一路想。 唉,想不到今天害得我這樣,你也似去投奔哪個好呢? 啊! 青州慕容之苦,當時和我有一面之緣的。 我不如去那處投奔他,然後托慕容貴妃的人請,到時再帶兵來報仇都未遲。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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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賢卓一路逛了兩天,這一晚,他又飢又渴,看到路邊有一間鄉村酒店,呼賢卓又落了馬,把匹馬綁在門前棵樹上。 進來酒店,將一對邊放在桌上,坐下來,就叫酒寶拿酒肉來吃。 酒寶就說,小人的樹只是賣酒,要肉呢? 村裡剛才是湯羊,如果要的話,小人去買些回來。 呼賢卓又在一個袋樹,拿著用金帶換泥的碎銀,交給酒寶。 他說,你去買一筆羊肉來,給我煮了它,還要找些草料餵飽我的匹馬。 我今晚就在你的樹上睡一晚了,明天我去青州府。 酒寶就說,官人,你在這樹上住不緊要,不過沒什麼好床鋪。 我是個軍人,有地方睡就行了。 酒寶拿了銀袖去買羊肉。 呼賢卓將馬背上抬著衣甲拿下來,和馬鬆了套帶,坐在門口等了一會兒。 酒寶就拿著一筆羊肉回來。 呼賢卓叫他煮熟他,另外要三斤麵粉來做餅,要打兩角酒來。 酒寶一邊煮羊肉做餅,一邊就煮好熱水,給呼賢卓洗了腳。 就將匹馬牽去屋後的一間屋仔樹。 酒寶就切草煮料餵馬。 呼賢卓拿了熱酒來喝了一輪。 沒多久,肉煮熟了。 呼賢卓叫他酒寶來,也給他那些酒肉吃,就吩咐他說。 我是個朝廷軍官,唯因收報梁山薄失利,現在要去青州投奔慕容之苦。 你要好好地給我餵飽這匹馬。 這匹馬是當今皇上遇刺的。 名叫做石雪烏追。 明天,我自然重重賞你。 酒寶說了,那就多謝上公。 不過有一件事,要告訴上公知道。 來這裡沒多遠,有一座山,叫做桃花山。 山上有一群賊佬,做頭的是打虎仗李忠。 第二個是小霸王周通,聚集著六七百個小樓羅打架劫舍。 周時都來騷擾村莊的。 官府幾次三番,請了報道官軍來,怎麼都抓他們不到。 上公你晚上睡覺,要小心點,醒睡點就好。 呼賢卓就說了,我有萬夫不當之勇。 就算那些人全部來齊又怎麼樣?不怕他。 你給我好點餵飽那匹馬。 吃了些酒肉大餅, 酒寶就在店裡開了一個舖, 讓呼賢卓睡。 呼賢卓一來連日的心很悶, 二來喝多了幾杯酒。 他穿著衣服就這樣睡,一睡就睡著, 睡到三更才醒。 一醒了,聽見酒寶在谷後哭苦哭忽, 呼賢卓聽見是連忙跳起來, 抓住雙邊,走到屋後問,你吵什麼? 那酒寶說,小人起來餵馬, 看見那瓶泥巴推倒了, 被人把上公的馬偷走了, 遠遠望見三四里外的火把閃閃閃閃閃, 一定是運那裡去了。 呼賢卓問,那裡是哪兒? 呼賢卓說, 你運那條路去的, 一定是桃花山的小樓羅偷了去頂。 呼賢卓吃了, 馬上叫酒寶帶路, 走田機,追了兩三里。 追著追著, 火把看不見了, 都不知道去了哪兒的人。 呼賢卓說, 如果失去遇刺的馬, 那怎麼好呢? 酒寶就說, 尚公, 你明天去州裡告了, 讓派官軍來捷捕, 這樣就能夠得回馬了。 呼賢卓悶悶不樂, 沒睡到, 一直坐到天高, 叫酒寶幫他擔著衣減, 走路去青州。 去到時候, 天都快黑, 就在客店住了一晚。 天天早上, 去到衙門, 參拜了慕容知府。 知府見了他很驚奇, 就問他說, 聞知將軍去收捕梁山薄草叩, 為什麼會來到這處? 呼賢卓把上面的事 一五一十說了一次。 慕容知府聽了的話, 雖然將軍損失了這麼多人馬, 這些都不是失職之罪, 乃是中了賊人的奸計, 亦無可奈何的。 下官所管轄的地面, 經常被草叩侵犯, 將軍來了這處就對了。 那就不如去掃清桃花山先, 搶回那筆御刺的馬, 接著呢, 就會將二龍山、 白虎山的兩塊地方的強盜, 一起剿捕了他。 到時候, 下官自當一力補咒, 讓將軍帶兵去梁山薄, 報仇雪狠, 那你說好不好? 呼賢卓又再拜, 多多感謝恩上照顧, 如果能夠這樣, 沒將勢當孝死報德。 慕容知府又請呼賢卓去客房裡休息, 叫他換個衣服, 請他喝酒, 那麼那個跟他擔衣甲來的酒保呢, 叫他自己回去, 一煮, 煮了三日。 呼賢卓又急於要奪回那匹御刺馬, 他又來稟告知府, 要求出兵。 慕容知府又檢了馬步軍二千, 借給呼賢卓, 又給了一匹青鐘馬過他。 呼賢卓多謝了知府, 披掛上馬, 帶領軍兵就前去奪馬了, 就一路向桃花山出發了。 現在講到桃花山上面的打虎將李宗 和小霸王周通, 他自從得了這匹愚刺的踢雪烏追馬, 就天天在山上慶祝喝酒。 當日, 在外面偵察的小樓來報告說, 請走軍馬來了, 小霸王周通就起身說, 阿乾你守債, 兄弟打退了官軍。 就點起一百小樓羅, 提槍上馬, 下山是營敵官軍。 呼賢卓打著二千兵馬來到山淺, 擺開陣勢。 呼賢卓一馬當先, 大聲地說, 強賊快點出來受綁。 小霸王周通把小樓羅一字擺開, 提槍出馬。 呼賢卓見到周通, 就拍馬上前來打, 周通也約馬刑上去, 兩馬相交, 鬥了不到六七個回合, 周通已經頂不順了, 轉馬頭, 吹吹吹吹跑上山。 呼賢卓追了一會兒, 他怕總計, 急急下山, 紮好營寨, 等候清日再打。 周通回到山寨, 見到李中就說, 呼賢卓, 武藝高強, 撐他不順, 他唯有退回上山。 如果他追上山寨, 怎麼辦? 李中說, 我聽說, 花和尚老智深在二龍山寶珠寺很多人馬, 更兼有個青面獸陽子, 又身身來了個行者武寵, 都有萬夫不當之勇。 這樣吧, 我們射封信, 派個小樓樓去那裡求救, 如果解得危眼了, 本著投靠他們的山寨, 至多每個月, 進攻的錢給他就是了。 周通說, 小弟也會知道他那裡很聰明, 不過怕那個和尚記住當初的事情, 不肯來救吧。 他那時候又打了你, 又撈了我們這麼多金銀酒器, 難道還會見怪我們嗎? 他是個爽直的好人, 派的人去他那裡, 必定會親自帶兵來救的。 大哥, 你這麼說也對。 於是就寫了一封信, 派兩個會辦事的小樓樓, 在喉山偷偷下去, 就是他去二龍山求救。 兩個小樓樓走了兩天, 就去到二龍山。 那時候的小樓樓, 就聞名了他們的來議, 就叫他們等一陣上去報告。 當時寶珠寺的大典上面, 坐著三位頭領, 為首的是花和尚老智深, 第二是青面獸陽智, 第三是幸者二郎武寵。 在前面山門, 坐著四個小頭領, 一個是金眼鏢師恩, 他就是孟州盧城師館營的兒子, 為因武寵殺了張刀鑑一家人口, 官罰追著他的家, 要逐拿兇手, 因此, 是陌夜帶齊家人逃走到江湖之上, 後來父母都死了, 他打聽到武寵在二龍山, 就來投奔入火。 一個是粗刀鬼曹整, 他是和老智深楊智奪了寶珠寺, 殺了鄧龍, 後來走來入火。 一個是蔡元子張青, 一個是武爺差孫二娘, 他們是兩夫妻, 本來在孟州道十字坊賣人肉包的, 因為老智深武寵, 就連戲寫信約他們來, 亦都來投奔入火。 現在曹政聽說桃花山有信來, 他問清楚之後, 就上去大殿, 報告給三個大頭領, 老智深就說, 我當初離開武台山的時候, 去到一個桃花村頭宿, 將咒痛那個傻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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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政去了沒多久,就帶了兩個小流羅來大殿。 小流羅走來就說:「稟告大頭領,請收慕容之府,近日收盟了一個徵召梁山伯失利的雙邊呼嚴腸。 現在那個慕容之府叫他掃蕩我們這處桃花山、二龍山、百虎山的幾座山寨先,然後就借兵給他收報梁山伯報仇。」 說:「我們的頭領,想請各位大頭領將軍,落山來雙狗,但是沒事的時候,寧願來進攻。」 楊智說:「我們各守山寨,保護山頭,本來就不去救,不過我們一來就怕傷了江戶上的好結,二來就怕那個家伙得了桃花山,就看少我們這處。」 楊智說:「這樣吧,留下張青、孫二良、史珍、曹征、看守山寨,我們三個趁著去走一趟。」 楊智說:「跟著點起五百小流羅,六十幾個馬軍,帶齊衣甲軍器,出發去桃花山。 一說說李宗,他知道了二龍山來搭救的消息,就帶著三百小流羅下山來拆應。 楊智一聽說,急急率領軍馬,爛住條路,擺開陣勢,沒有邊出馬來跟李宗打過。 原來李宗呢,他是豪州定遠人士,家幾代都是靠打武為生。 人家見他身材壯健,所以叫他做打虎將。 當時他下山來跟夫妍卓交戰,知道李宗怎麼打過夫妍卓呢? 鬥了十個回合以上,見到不在路了,撥開兵器就走。 夫妍卓見他本事低微,就不驚他了,仲馬就一直追上山。 小霸王周通一半山腰看見,誒,感動得了,馬上叫人扔鵝卵石下去。 夫妍卓連亡回馬下山。 這個時候,只見官軍吵起上來,夫妍卓就問,大家吵什麼? 後軍回答,遠遠望見有個標軍馬飛奔來近。 夫妍卓聽了,跑去後軍隊伍裡面看看,只見陳頭起處,當時是個肥大和尚騎著一匹白馬。 這個人乃是法和尚魯志森。 那麼,魯志森站在馬上大聲喝話,誰是被梁山坡殺敗的衰弓?竟然走來這處嚇人,是嗎? 夫妍卓就說,殺了你的禿盧,出了我心頭的怒氣。 魯志森拼起鐵蟬掌,夫妍卓就沒有起雙邊,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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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那四五十個回合,還是不分勝敗。 夫妍卓的心暗暗喝彩,這個和尚怎麼這麼厲害? 這個時候兩邊兩邊打響羅,各自收兵休息。 夫妍卓過了一陣,再次種馬出陣,喊一聲叫話,賊和想你再出來,和你定過輸贏,見過勝敗。 魯志森正說想出馬,楊志就叫了,大哥你先休息,看著我逐你的家伙。 楊志沒有刀出馬,來和夫妍卓交鋒。 兩個鬥到四十幾個回合,還是不分勝敗。 夫妍卓見楊志手轉高強,他就想了, 啊,是,為什麼這就這兩個人來的? 怎麼這麼厲害? 綠林人馬沒有這麼本事的。 楊志也見到夫妍卓武藝高強,賣過破綻,撥轉馬,跑回本陣。 夫妍卓也勒轉馬頭,不去追他, 兩邊都各自收兵。 魯志森和楊志商量說, 我們初初來到這裡, 太過逼近他們扎債就不適宜的。 不如我們後退二十里, 明天再來和他們打過吧。 於是就帶領小劉羅, 過了附近山江那邊扎債。 一說夫妍卓在帳篷裡發愁, 我心想, 我本來希望來到這裡細魚劈谷, 讀了這一群草購的。 誰知又遇到這樣的對手, 哎,我的命真是苦了。 他正在武修的時候, 只見慕容之苦使人來叫他說, 請將軍快些帶兵回去保衛城池。 現在白虎山的強盜恐明恐亮, 帶著人馬來去青州借糧, 不頂他們不住, 不意來請將軍回去青州守備。 夫妍卓聽了對了, 就趁這個機會帶領軍馬, 陌夜回到青州。 翌日, 盧智森和楊子武寵, 又帶著小劉羅, 搖旗, 搖旗, 一直來到山下, 準備和夫妍卓打過了。 誰知見到一個軍馬都沒有了, 反而吃了也害怕。 桃花山上的李宗, 周通, 帶著小劉羅來, 請三位頭領上山寨, 殺牛湯馬, 大排賢籍來款待, 同時又派人下山去探聽消息。 一說夫妍卓, 他帶兵回到青州城下, 撞見了一彪軍馬, 剛剛來到城邊。 為首的, 乃是白虎山下孔太公的兒子, 無頭星孔明, 毒火星孔亮。 他這兩兄弟, 因為和本鄉一個財主爭執了上來, 就將這個財主一門老少全部殺光, 聚集了六七百人, 佔著白虎山打家劫舍。 因為他有個叔叔叫孔斌, 住在青州城裏面, 被慕容之父逐了運去監禮, 孔明孔亮就故意點齊山帶的小劉羅來打青州, 要救他有叔孔斌。 現在是撞見孔延卓的兵馬, 兩邊打起來, 孔延卓出馬衝到陣前, 慕容之父在城樓上看著, 見到孔明當先挺槍出馬, 直取孔延卓, 兩馬相交, 鬥到二十幾個回合。 孔延卓要在知府面前演下本事, 撞見孔明這個人武藝不精, 之後招架之功並無還手之力。 被孔延卓馬上將他活逐過去, 孔亮唯有帶著小劉羅來打起, 慕容之父在城樓上, 指揮著孔延卓帶他去追, 官兵一掩殺過去, 活逐了百幾人。 孔亮大敗一場, 四散奔走, 到了晚頭刻, 才找到一間古廟休息。 孔延卓活逐孔明, 戒進城來拜見慕容之父。 慕容之父大為高興, 就吩咐將孔明用戶大家釘了, 運進監, 和孔軍在一起, 一面慰勞三軍, 一面款待孔延卓, 詳細詢問桃花山的消息。 孔延卓說, 本來以為是岸中俗別, 手道拿來的, 怎知無端端又被一幫強盜走來救了他。 其中有一個和尚, 一個青面大漢, 兩次和他交鋒得國無勝敗。 你倆武藝不比尋常啊, 六臨人馬無敢本事的, 因此逐他們不賭。 慕容之父就說, 那個和尚, 就是延安府老聰經略將前軍官提核老大, 現在他落法為憎, 叫做花和尚老智深。 那個青面大漢, 乃是東京殿稅府濟士官, 叫做青面壽陽子。 你還有一個行者叫做武寵, 本來是景陽江打虎的武刀頭。 你三個人佔著二龍山, 打家劫舍, 屢次抗敵官軍, 殺了四五個暴徒官, 直到現在都未能逐到他們。 呼嚴卓說, 我見他們武藝精通, 原來是楊濟師和老提克, 果然名不虛傳。 我欣賞你放心, 呼嚴卓已經見過他們本事了, 不用很久, 日個個將他們生蟹糊。 慕容之父非常歡喜, 就擺酒款待, 喝完了, 就請他客房休息, 這些不在話下。 現在講講孔亮, 他帶著殘兵敗粥, 走走走, 猛然間在樹林裡撞出了標軍馬, 當時一靈好漢, 乃是行者武寵? 孔亮一見到連王滾桿下馬, 跪下就拜了, 他說, 壯士你身體好。 武寵是連王答禮, 扶起孔亮就問他, 民知你們兩兄弟佔著白虎山序義, 幾次都要去拜望, 一來就不得行下山, 二來條路又不順, 所以難得相見。 今天, 為什麽事來用這些? 孔亮就將救他叔叔孔畢, 反而失陷了大哥的事, 講給武寵聽。 武寵就說, 你不用怕, 我有六七個弟兄, 現在在二龍山序義, 今天為了桃花山的李宗周通, 被稱奏半軍攻擊得好緊, 來到我們山仔求救。 老陽兩位頭領, 帶著兵馬去了跟夫妍卓交戰, 跟他打了一日, 夫妍卓留夜回去, 那桃花山就留我們兄弟三個人喝酒宴會, 將這匹御刺馬送給我們。 我現在率領頭一隊人馬回山, 他們兩位隨後就到了, 我叫他們去打青州, 救你叔叔和大哥好不好。 那當然好頂的, 孔亮就拜謝了武寵。 等了一陣, 只見老智心、楊智兩個一拍騎著馬來, 武寵介紹孔亮, 拜見他們兩位, 他說, 那時候我和宋光在他莊上面相會, 滾搞他們很多了, 今天我們應該以義氣為重, 聚集三山人馬攻打青州, 殺了慕容之虎, 琴莫夫賢搶, 分了他倉庫錢兩, 逆回去山仔使用, 你們說好不好? 老智心說, 我也是這樣想, 立刻就派人去桃花山通知, 叫李中周通帶齊人馬, 我們三個山一齊去打青州。 楊智就說, 青州城池堅固, 人強馬葬, 又有敷然卓那個家伙這麼英勇, 所以如果要打青州, 就要用大隊軍馬才能夠打得開。 我知道梁山伯宋功名, 江湖上都叫他做及時與宋江, 更劍夫賢卓是他那處的仇人, 請他來幫忙就行了。 我的意思是, 我們帝兄和孔家帝兄的人馬, 都合在一起, 再等桃花山人馬來到了, 一面先去攻打青州。 孔良賢帝你, 就親身趕去梁山伯, 請宋功名禮, 合力公成, 這條是上策。 而且, 宋三郎和你交情又深厚實應成的。 各位兄弟, 你們這下如何? 老字心說, 嘿, 這樣做就對了。 我見到今天也有人說宋三郎好, 明天也有人說宋三郎好, 可惜我未曾見過他, 人人都提起他的名字, 吵到我的耳朵都濃了。 看來, 你這個人確是個男人大丈夫, 所以天下文明。 前一次, 和花枝寨在青峰山的時候, 我是由心去跟他見面的, 及至我去到, 又聽說他扯了, 因此就無緣相會。 就這樣說, 孔良兄弟, 你要救你大哥, 就快點親自去那處請他們來, 我們幾個就在這處和那些衰公先施殺。 於是孔良, 就把自己的小樓樓交給魯志森, 只是帶著一個徐寵, 扮造個商人, 趕快趕去梁山坡。 現在說魯志森, 楊志武寵他們三個人, 去山仔裡頭, 叫詩恩、曹政, 再帶著一、二百人下山來相助。 桃花山的李宗和周通得了消息, 也叫本山人馬全部出動, 就是留三五十個小樓樓看守山寨, 其他都帶著下山去青州城下聚集, 一起去攻打城池這些不在話下。 現在說孔良, 他離開了青州之後, 就一直來到梁山旁邊, 去到催命判官李立那間酒店買酒飲, 同時又問問路。 李立見到他們兩個都很面生, 就請他們坐下問他, 客官在哪兒來? 孔良回答他說, 在青州來。 客官, 你去梁山旁找誰? 有個朋友在山上, 特意來找他。 山仔裡頭都是大王住的地方, 你怎麼去呢? 我就要找宋大王。 我? 既然是來找宋頭領的, 我這裡有規矩的, 就馬上叫伙計快點安排奮勵走來招待。 孔良就說, 我們素不相識, 那怎麼好意思呢? 李立說, 客官你不知道, 但凡是來找山仔頭領, 當然是圍內的人, 都是故舊朋友, 怎麼能說失禮呢? 我馬上去報告, 客官高姓大名, 小人就是白虎山孔良。 啊! 我都聽宋公明大哥提起的大名, 今天上山就真的好了。 兩個人喝完份禮酒, 接著就開了個窗, 在水亭上面放了支響展。 在對面的盧偉林, 小劉羅就趙船過來, 就來到水亭下面。 李立就請孔良下了船, 一起去到金沙灘上岸, 然後就上山。 上山。